因为勇士队这支球队是经历过大场面 拿过大荣誉的球队 但现在时过境前 现在他们的这个 从他们的荣誉榜上来讲 他们已经是 已经是人过黄花了 就是这个往下坡路要走了 这支球队真是要往下坡路走了 明显可以看到这支球队 吃这个心筋红利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早以前大家老说 勇士队这个水花兄弟拿的是同工的合同 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能够签很多的运动员 有能签当打之年的运动员 能签这个有相当有实力战绩的 这个战绩的老将 现在这个红利完全都没有了 勇士队现在的自己的核心的 这几位运动员 格林也好 汤姆森也好 明显他们的战力是不足的 这其二 像那个威金斯这样来了之后 他今年这个赛季明显又端起了自己的保温杯 他这个表现明显也是不具备说服力 以这样一个年龄老化的阵容 只靠库里一个人这样的一支球队 在西部的这个肌肉丛林里面 想杀出一张血路来去再竞争总冠军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 我对这些球队这个赛季的 就是到常规赛结束之后的定位 差不多就是一支附加赛左右的球队 就不要说争夺总冠军了 我觉得他们现实的目标是 能往前走一步就看一步吧 我很觉得这个主要争议点啊 就在于金正勇士他到底应不应该入选 我认为勇士呢跟2022年 又是争冠那年相对比的话 今年世东库里毫无疑问 比那一年的常规赛发挥还要更加生猛 德拉姆德格林呢 来到了职业生涯可以说进攻效率最高效的一年 克莱汤姆臣呢 他是效率比之前低了 但是好在三巨头当中 格林呢比之前强了 比如说总体这么一盘算呢 再考虑到库里现在他这个表现 三巨头呢发挥跟2022赛季相比 我感觉基本上属于是持平的一种状态吧 反正的期间呢 乔丹普尔换成了克里斯保罗了 保罗他在常规赛期间兜底能力更强 后续陆续如果说勇士队能够恢复正常期等的话 其实今年勇士队之所以现在看起来战绩掉了 主要是因为之前在找那会儿库里的受伤 以及呢后续德拉姆德格林和克莱汤姆臣 他遭遇的联赛处罚 尤其是格林 本赛季本身进攻的那块表现如此高笑 但是呢后续因为遭到制裁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没倒 这对于本身内线就是拥有短板的勇士来讲 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 一旦说勇士队赢回了格林 我相信呢随着现在克莱汤姆臣日渐复苏的手感 这支球队还会打出赛季之处那般差不多胜率啊 维持在60%以上的这个水准层次 当然你要说金冬勇士实力有多么强呢 我感觉也略为夸张 但是好在啊 因为我们探讨的是什么呢 一支球队他到底整罐窗口这块是不是说关闭了 起码就这六支球队当中买个更加接近于关闭 那既然说考虑到正罐呢 那首先你必须得要考虑到环境 就是说你是在这个分区当中啊 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大魔头 我们看就在这个榜单当中 可以说有两家强队是没有列路榜单 哪两家 一个是绝技人 还有一个是卡尔特人 卡尔特人现在这个战绩是高高在上 遥遥领天 他们现在动部呢 整体实力呈现着绝对是一种 全线丰满 降维是打击 最近其实一到两年 卡尔特人始终都是压着熊鲁在打的 熊鲁队上赛级点 仅仅是打到了第一轮 之前再打一年 跟卡尔特人既队赛交手 也是落入下风 今年卡尔特人变得更强了 熊鲁呢变得更弱了 两相竞争 这么一直接对比呢 可以说既队赛级点 熊鲁队能干净准确性的可能性 变得更低了 那由于考虑到东部有一个大魔王卡尔特人 那这个情况都不一样了 而西部呢 现在是一团混战 绝境队不是遥遥留线 因为我们也看到 包括那加马尔木雷有伤之后 你看约琪单独带队 打出这个表现 包括这种当中 哥等啊 再包括那加马尔木雷 以及那个波特呀 他们这几人的发挥 其实都比上赛级要往下掉了 甚至包括约琪自己在内 所以西部现在是一团混战 勇士队是整体实力没那么强 但好在西部各强队之间 没拉开绝对差距 因此出于这点 我选择的是 引进雷拉德之后 一直以来搭配配合 不是很默契 效果并不理想的 雄鹿 有可能整关窗户是关闭了 觉得现在我们讨论谁不行 应该看的是 一你的阵容到底怎么样 二就是你有没有调整阵容的余地 因为现在时间还早 对 我们说11月判一支球队死刑 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发生很多事情 你要考虑的伤病隐患呀 然后要考虑的这个变化的余地 会很多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给任何一队有时间调整 任何一队有寻找化学反应的 这个期间 我们首先要看 就是你到底有一个 什么样的阵容 那相比起来 我觉得我们所列出球队 所拥有的阵容 无论是运动能力 还是厚度 都比勇士要好 这是我早早的 把勇士摘出来的原因 就是勇士现在的阵容 是靠得住的 年龄越来越老 库里马上35 对吧 35奔36 36 然后呢 这个追梦格林和克雷汤姆森 马上33奔34 到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就是明年23月份的时间 他们就奔34了 而且就是汤姆森大伤 他们大伤 核心阵容 靠得住的 越来越老 那就需要这个运动能力好的 年轻能够补上来的 能够成为这些人 出色的支撑者 可是这帮胜体好的都考不住 库明家 库明家考不住 目的目的角色不够 最需要站出来的维金斯 维金斯是所有勇士球迷心里 最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他只在一两个 这个一两个 就是季后赛的阶段里 然后或者去年 这个常规赛的阶段里 当他去面临 是否续约这件事情的时候 表现出了 这个充分的竞争力 表现出了真正的意愿 但是今年 当他已经拿到合同 这个合同开始执行之后 维金斯到底在场上 有没有那个投入度 是让人倍感怀疑的 所以老将年龄越来越老 而且年轻人靠不住 运动能力在消失的 勇士队 就很难真正 跟其他的强队来竞争 然后你说 他们有没有去交易的余地 他们其实又没有交易的余地 因为他们所面临的 合同的阶段里 合同的状况里 比如你愿意拿出去 付出作为交易的 合同的额度没有那么大 或者说 你想解决的 比如克雷汤姆森的合同 在交易市场上 又不是真正有诱惑力的 从勇士的薪金条件 和所面临的合同的拥有的筹码来看 他们调整的空间又不大 又不像别的球队 有一千多万的几个人 可以作为交易筹码 在赛季中期去进行调整 因为这两个原因 所以我在早早的11月要选择 谁离开了竞争这个队伍 选择的是勇士 谈到这个问题更大 首先一点就是 刚才汪汪老师一直就是杨毅老师 提出那个就是勇士队多少 有一定的回旋可能性 就是说保罗 汤姆森存在一定的交易空间 这个只是杨毅老师提出的一个 就是可能性而已 我们真正还得看 两支球队目前的战力情况 以及身处的不同环境 我感觉东部啊 就是这个波动卡尔圈 有点类似什么 参加一个白米比赛 其他那些选手啊 他们的白米实力最好成绩 可能说就是10秒20秒3 但是有一个呢 他能跑到9秒9 比如说存在这种差距的话 那你正观当然是可能性非常低了 而西部呢 看似混乱 但大家基本都是10秒20秒3 最好的也无外乎就10秒1 双方之间如果说发友好的话 是存在这种上架的可能性的 所以就是勇士队目前身处西部呢 看起来没有谁是一家独到 他身处这个环境 比熊瑞更加理想 参加白米比赛的话 我多少有1000升级 不用指望对方滑倒 但是自己也有可能 突然之间爆发 打出自己最好表现 就有可能反败为胜 同时呢 今年勇士队你说他这个战绩拉胯 但前提不是有伤病吗 你要说这是 以目前勇士队战绩 你就说勇士队战绩拉胯的话 那我敢问一句 你看绝景 加马尔木雷自从有伤这次以来 你五来围棋 他厉害吧 他是未免冠军吧 西部也是被普遍认为是大魔王吧 但是结果约齐在没有木雷情况下 战绩胜率多少呢 五胜五负 只有区区50% 这个战绩放到西部是排到第几的 跟勇士一样 目前排到西部第十 你不是说勇士现在拉吗 但问题勇士队拉 他是建立在格林 遭到竞赛 包括那个之前师中库里 他有伤在身 才导致的拉 你不要忘了勇士队之前那会儿 全体整的时机 三级初级打出过五胜一负的甲机 甚至一举来到了西部排名第二的高位 那你拿什么证据说勇士今天拉呢 事实证明就是 勇士只是在健康受到影响情况之下 战绩起码目前基础做到了脱底 即便是强路绝紧 没有加码木雷 人家战绩也不比勇士强到哪去 你要说勇士拉 你就得说绝紧也拉 这才是公平的 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你们认为雄鹿不行 雄鹿不交易 因为没有交易空间 就认为雄鹿不行 认为这个开尔特仁是天花板 认为雄鹿不行 雄鹿是一只拥有MVP级别球星的运动员 人家阵中 球队 人家阵中的运动员是拿过MVP的运动员 而且在现在的MVP排名榜上 也排名非常靠前 开尔特仁这支球队到目前为止 他们没有一个运动员拿过MVP的榜单 没有拿过MVP的球星 里边有开尔特仁什么事 因为他说是开尔特仁天花板的东部 没有机会吗 我先 别打杀 他挡在那边 他挡在那边 他先打那门再打你那门 你别让你 我一刀一个 分丑其声 先斩炎梁 我跟你说 比这个最多也就是范姜张达 到不了你这边 好好好 一刀一个都出来了 谁也是我们这头的 赶紧的 人家是这样 开尔特仁本身 他是一个依靠整体的球队 那这支球队在今年的整体 看上去更好了 其实他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他打球的人更少了 一旦到这个大比赛 到关键比赛的时候 他可用的人可能就是六到七个轮换 这个比赛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打一轮系列赛 你越打人越少 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不认为 就是这么早就判定 有一支 所谓开尔特仁这样的大魔王球队 雄鹿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在勇士队 在西部这边 虽然看上去 其他球队跟他现在是混战的情况 但其他球队 像这个很多球队 他排名是非常靠前 他成为他的战绩也更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明显这支球队 就是勇士这支球队 库里现在距离MVP的这个 这个级别是越来越远的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但除了他之外 其他球队 在这个有竞争力 比如去年西决的两支球队 明显是有MVP竞争力的 这个竞争的球员的 是有球星的 有大球星在的 我觉得这是他们 你的意思 库里不算大球星 库里算大球星 但不是MVP级别的 库里这赛季场均30分以上 怎么样呢 龙律效率都非常高 库里今天的表现 不是MVP级别的 不是呀 你敢跟我打赌吗 今天库里拿不到MVP 废话 我没敢打赌 废话 你也觉得库里不是吗 他拿不着MVP 跟他的表现 是不是MVP级别的是一回事 那为什么拿不到MVP呢 有很多MVP级别运动员 MVP只有一个 对呀 所以就是他打不过那MVP 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他打不了冠军 奥斯卡提名奖 不一定最后能够得奥斯卡 但是你不能说 他不是提名奖 他是提名 但他不是奥斯卡获得者呀 你说的是级别 我们现在都拿不了这个冠军了呀 奥斯卡只有一个呀 现在他拿不了冠军了 过去几年 不是拿冠军的球队 才能得MVP 不是呀 第六的球队 都有运动员得过MVP 不是呀 是没问题 那搞好多年了 贵好多年了 没两年 白胖的也得过 三天就 好 我说完了 刚刚就说 就是我们要目光往长 所以现在你只能去判断 谁的阵容 相对的有缺陷 或者谁的运动能力和等级在下降 然后你能从这些队里摘出去 刚刚我们刚刚 就是刚刚这个就是杨先生 一直跟大伙说 这个这边防守也不行 这边进攻也不行 一开始防守不行的 是因为 我刚刚记得 黑榜 我之前放过这个格里芬 对 格里芬呢 新的教练到来之后 改变了防守方式 最近防好了 是因为他们又回到了原本的防守方式 你再往后看 只要大落沉退 他们的基本防守水平和基本防守就在 因为大落沉退 字母扫荡 就是他们已经形成了防守方式 当然 没有了霍勒迪 风险上能防那个强点是没有了 但是只要风险上有运动能力的人 在前面能够补后面有这两个人 去作为协防 雄鹿可以打到基本的联盟防守水平 咱们可以往后看 咱们目光往长远 进攻上 进攻上 你等着他们俩 没场比赛打二日五次挡拆 你再看看他们到一个防守什么样的进攻水平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我们说雄鹿啊 咱们现在不能把他判死刑 因为他们有人 因为他们刚在一块打了一个月的比赛 利拉德来到一个新的体系里 还在找利拉德到底跟字母 该如何形成他们的比赛一起融合的方式 利拉德跟字母 在前一个月的前十场比赛里 每场比赛平均的挡拆次数只有九次 最近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格里芬终于认投了 说OK 我知道这两个人在一块 到底怎么使 等他认投之后 这个球回到一个正常的逻辑里 就是一个基本水平在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就像仍然讲的 东部竞争相对较少 我们比的不是最后百米 谁 让静语说 我们比就有一个九秒二的 其他都是十秒的 好家伙 我们比的是相对一起打 然后打到最后要彼此之间打 不是大伙一发将当一下 然后最快的到最后 然后这个最快的到这 然后其他人都被淘汰了 是要彼此之间厮杀的 厮杀就有一个时间长度 厮杀就需要考量你的阵容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选勇士 勇士的阵容 我不同意 是不是 库里人就是MVP级别的表现 他的波也有不同意 但是除了库里 勇士的那好几万人球迷 和不喜欢勇士那好几万人加起来 除了库里 这支球队还有谁靠得住 还有谁靠得住 有一个是呈现他们运动能力在下降 勇士去年 之前有普尔的时候 大伙可能心里觉得 埃尔普尔一拿球就糟糕 但是过去几年勇士都是比赛速度 推进速度 转换速度最好的球队 本年度 随着老保罗到来 球在保罗手里越来越多 库里持球越来越少 保罗可能带来了稳定感 但是保罗也让这支球队没有了速度 也让这支球队的运动能力呈现不出来 本来运动能力的人靠谱能打的人就不多 保罗让这个球队降下来了 勇士队本年度在转换进攻上联盟最差 转换得分每一个人 无论是维金斯还是库里还是克雷汤姆森 都比去年跌了好几分 然后你只能落下半场阵地 落下半场阵地就是靠库里 一个人跑来跑去 然后其他人都没有真正的运动呈现 然后这个球队 凡是运动能力好的 都跟那哥仨跑到一块去 就最后靠着那老哥仨 这老哥仨谁靠谱就是库里 格林格林又大一年 六尺六的一个防守核心 随着年龄增大 运动能力下降 他就防不好了 克雷汤姆森我们说 他投篮手感是能回升 但是他防不好了 用杨先生的话 防不好怎么赢啊 这个队更防不好 这个队还没有大落 没有字母哥那个防守能力呢 在西部弱肉强食 怎么样走到最后啊 所以我们说 先宅出来的应该是勇士 比惨嘛 比惨 这个环节竞语赛 再说一下 首先这个个人数据方面 刚才王宝老师讲 格林呢 进拱啊 防守怎么怎么 一无是处 这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就是今年格林 个人进拱效率来到了 差不多生涯子罪 生涯金狗 防守表现 他健康情况之下 他出战主 勇士队战绩也是扶摇之杀 所以这两点 你举的是一个有事实错误 同时呢 你举的团队例子 团队例子还是那句话嘛 如果说你要说啊 举今年整体勇士队啊 什么攻防转换的速度啊 贫质啊 包括防守效率啊 这些东西你举出来一系列啊 对于勇士队不利的一些数据表现 你要是认可这个的话 你必须得认可 就绝景队今年也拉了 你要是敢说绝景队今年也争快无望 那你可能说啊 才没有做到双表 为啥呢 所有这些综合数据 他都是建立在一个大条件之上 那就是勇士队经历了库里有上战 同时呢 手上配队也是打打听听 德拉姆德格林遭到五场竞赛 这是客观事实 因此你要说宏观数据的话 现在其实你没法仔细衡量 当下勇士队的状态 因此还有一句话 我感觉今年西部整体竞争环境里 就大家差不多 还处在可以竞争的范围之内 但是董木呢 卡尔特人毫无疑问吧 今年经历了补强之后 确实他是眼看攻防两端效果最出色的 引进两大全员 改变了这支球队 以往那会儿很多防守进攻方面的顾忌 而熊肉队呢 他毫无疑问比之前变弱了 先引进利拉德 你看利拉德今年的数据发挥 差不多来到了职业重响 最近几年的最底 同时你再看志姆格呢 个人进入效率 没有因为利拉德来了之后 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喇了 作为团队呢 米德尔特一如既往的喇垢 大洛呢 在外线有利拉德 这么一个防守漏勺情况之下 大洛的防守弊病 有时候也会被对方利用 形成的整体防守效果 在联赛当中排名倒数 这是目前的熊肉 所以呢 你要说论档下环境的话 你不能讲 今年勇士队整体数据不好 为啥呢 因为这跟绝技没有加码 木雷情况加 五胜五负 百分之五十 排到西部第十的战绩表现 这两个你应该是一视同仁呢 那么我们只能怎么对比呢 纵相观察 那你说勇士队 他今年整不了冠冠冠 还是熊肉队距离冠军更远的 他俩都拿冠军吧 熊肉队21年 勇士队22年 他俩都拿冠军 我们就看 今年这两支球队 跟当年正贯赛季相比 是变强了变弱了 或者说差距有多大 勇士跟当年相比 板凳习和那个赛里奇 比当年的别利查重要大吧 这点一目了然呢 常文赛期间 你看他被维宇中任之后 他的整体表现 比当年的那个 别利查要强 木迪呢 提高了 库蒙姐 可以说堪称突赔猛进 德拉姆特格林 比征冠那一年 表现更好了 斯丁库里查过的数据 比征冠那一年 数据发挥更猛了 克里斯保罗呢 其实他的影响力 也不比乔丹普尔低 那就是这种当中 也就无外乎是克里汤姆斯 微微往下掉 但有这么多个点 他比之前还更强 因此你要说 做出结论的话 我感觉勇士队赛季之处 那会儿当阵容 健康情况之下 他打出的胜率表现 这个更值得取信 因为这个是我们直接对比 勇士队2022年 双方两支球队 跨别两年之后 这种直接的纵向对比 而你再看密尔文基雄物呢 尼德尔顿比郑冠那一年 拉胯的可以说是 难以用圆形容了 攻防两端的表现 几乎在场上 已经沦为一个角色龙炮了 你再看利拉德呢 他的发挥有多样吗 他实质上今年效率相当低 命中率侃侃40% 真实命中率也并不理想 利拉德 尤其防守 他是个漏手 之前熊组队外线铁杂 包括那个格雷莎伦呢 以及这个霍尔底 当时那会儿 正观赛级可能说只有霍尔底 但是霍尔底的防守影响 代表球队 铜墙铁壁的内外防御 这是利拉德难以提供的 再来就你像伯蒂斯 个人发挥 个人效率也暴跌了 阵容当中还没有铁血硬 还皮特塔克了 防守可以说 真正说具有血性的汉子 目前阵容当中少之又少 那你说熊组队 以往他靠什么拿着冠军呢 不得不讲很多球迷都清楚 当年就是靠一口血性 但现在呢 防守铁血态度已经没了 进攻站这块 几乎人人下火 那你怎么能说 就是说跟当年正观赛级相比 巨幅下比 而且他的同区竞争对手 卡尔特人 又大量增强的情况之下 对比这么悬殊 而勇士呢 比2022年没弱多少 而且身处的竞争环境呢 绝尽比去年相比 他都变弱了 竞争环境没有变得更激烈 同时个人的实力 团队的表现 也不比2022年拉花太多 两枪对比的话 我认为一目了然 熊组队是更老了 距离他整观赛级的一年 可以说天差地别 而勇士没有至于说天差地别 还是比较接近的 因此我感觉 勇士在后续阵容起整之后 还能强势打出一波 天差地 我认为一顺充 我认为一顺养的一顺充 可以说天差地 这种椅子